大家好,我是Snow 1月5日沙田日赛 舉行十場精彩賽事 新一年,大家一定想有個新開始 出動Rate Simulator 地戰深水場次 說不一定會有驚喜 我和大家分享的是 第八場第三班千二米賽事 三號碼鄭俊偉馬逢的人人有福 是新西蘭表列賽冠軍 加上抵趕之後試襲也表現良好 不過能力和狀態評級 就不算好得出 不知道Rate Simulator 怎樣看它的真正機會呢? 立刻看看預演 這部機的時候 萬事成應聲彈出 我當要風得風都出得快 勇敢風聲、幸運寬笑 人人有福和充勻不凡 一堆都在前面 再跟著就有掃鳥型 信心十足、勁新鮮和金進龍懷 留在後的位置 在你暫時就長勝勇將 開始進行氣彎 步速正常的 萬事成在前面領先兩個馬位 要風得風埋在內蘭守著第二 人人有福 幸運寬笑一對都在外擋上來 拍著勇敢複星 跟著他們便是充民不凡 掃鳥型有些跟不住 幾脫折 進來最後直路 前面萬事成一騎更放遠 領先三個多馬位 要風得風有些跟不住 人人有福 行運寬笑一對都拉出外擋衝 勇敢複星就在內擋上來 後面打得上來還有掃鳥型 最後200位 前面萬事成越放越開心 領先說勇敢複星行運寬笑 分從內擋上來拍著要風得風 人人有福 其內反應一般 前面萬事成越放越順體敗 贏得了 過終點萬事成第一 行運寬笑第二 勇敢複星第三 掃鳥型後上第四 人人有福 早段表現雖然不錯 最後只是跑第六 表現沒有預期那麼好 好 Race Simulator就有這樣的分析 接著有我的看法 有一點點不同 三號碼 人人有福 雖然在剛才的預演 只是跑第六 不過看回它在新西蘭 贏表列賽一役 同場鴉 貴軍馬旗後 在當地合共取得五折 屬於不錯的賽職 所以它的競賽能力有可能被低估 狀態方面 人人有福 在最近兩課試襲走勢出色 現時狀態應該有所提升 跑法方面 人人有福比較擅長 流前逗後的跑法 今場有不少快馬 它早段有可能會留手 在馬群的中後跌位置 到入直路後才從後趕上 對手方面 塑料型最近採用前領 或者前置的戰略效果不錯 加上排檔形勢又好 它應該會繼續採用前置戰略 馬上再看吧 這本什麼時候 萬事成應聲彈出 外檔要風得風都出得快 勇敢複聲 幸運歡笑 人人有福 掃料型充分不分滑成 炸在前面 再跟著就是送心十足 勁鮮和金進龍華 在尾暫時長勝勇將 開始進行這回合 捕捉正常的 萬事成在前領先兩個馬位 要風得風埋了內蘭守住第二 幸運歡笑在外碟守住第三 人人有福拍著勇敢複聲 採用刀嶺 接著他們從文不凡和掃料型 在六七個馬位 只是信心十足 勁鮮才有金進龍華 進去最後直路 前面萬事成仍然領先兩個馬位 幸運歡笑過了 要風得風上到第二 人人有福拉出外檔上 勇敢複聲沿著內蘭 最後二百米 前面萬事成仍然壓著 幸運歡笑走勢被轉弱 內蘭要風得風勇敢複聲 衝來一般 前面萬事成仍然轉弱 這時幸運歡笑 人人有福拉出外檔 一起搬上來 人人有福拉出很厲害 過萬事成今晚 過了天人人有福第一 萬事成第二 幸運歡笑第三 勇敢複聲第四 大家如果想免費下載 Race Simulator的話 就要記住以下的網子和QR Code 下載之後調校個人數據 備戰深水嘗試 爆你又驚喜